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要聊一聊中国的经济了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形势风起云涌 但是中国往往选择错误那条道路 那么这种反作用力 直接作用在中国的经济 也作用在中国股市上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的A股是跌跌不休 看那个架势 如果这次刘鹤不出来救世的话 那是一路奔着十八层地狱就去了 但是刘鹤出来了 刘鹤除了讲了一番的慷慨激昂的话 给市场打鸡血 那么市场也不辜负他 当然主要是背后的那些权贵阶层 不辜负他 给他来了一波反弹 大盘涨了不少 那么股民似乎有些人重拾信心 那么我们的关键点来了 刘鹤这篇讲话 他切中要害了吗 刘鹤他许多的这些东西 能够挽救中国经济吗 咱们今天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那么老规矩 如果你喜欢本期频道 听完就会觉得有帮助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也欢迎你点开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 老规矩我们来看新闻 那么今天是中国证券监督委 管理委员会的这么一个会议 由刘鹤主持的 那么文章不是很长 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 咱们来画一下重点 后面我们会统一会说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官员这文章 是一向是讲的特别的拗口 前面咱们不说了 开头给他撇去说是刘鹤主持的完事的 重点咱们说细肉 他指出这么几点 有一个叫会议指出 一个叫会议研究 一个叫会议强调 就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会议指出 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 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什么什么领导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坚持市场化 法治原则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废话 因为中国如果你坚持这些的话 你的市场现在不会碎成这个奶奶样子 对吧 他实际上这些坚持 他之前一个也没坚持 到后面会说 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表示说 会议研究了相关问题 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 一定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 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 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那意思就是说 想多放点水还是怎么样 然后关于这个房地产企业 要及时研究和提出 有利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 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关于这个房地产 我们后面会说 然后说关于中概股 目前中美双方监督监管机构 保持着良好沟通 以取得积极进展 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 到境外上市 关于平台经济 我就想笑你知道吗 中概股出问题是谁搞出来的 不就你们自己搞出来的吗 把人滴滴捶成那个样子 还说个屁啊 然后关于什么平台经济治理 这后面我们也会说 这个平台经济 对于中国目前的影响是很大的 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方案 方针 完善既定方案 坚持稳中求进 还做呢 还要进呢 我天哪 中国的平台经济 都都成什么样了 还要进 然后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 稳妥推进 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绿灯红灯都要设置好 促进平台经济 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经济 后面废话都不说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 会议的强调 强调有部门要切实负担起自身责任 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 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 这都是 做不到的事 咱都不说了 然后他最后强调了两点 说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到 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好 那么新闻说完了 我们下面来详细的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其中的几点 就是说 中国经济到今天这个奶的样子 是从什么时候起头的 冤有头债有主 咱得从头倒一倒 中国经济本来是高歌猛进 一路虽然说是从胡运涛 他们开始搞这种债务等等 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这种激进的 这种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向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错误 咱有什么说什么 对不对 这种债务形式的往往是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期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中国跟整个世界唱反调 实际上中国经济从16年17年开始 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疲转的状态 但是那个数据上没有体现 我身边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告诉我说从14年往后 他就没挣着过钱 那些朋友是搞房地展开发的 没挣着过钱等等等等 包括一些开场子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 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已经出了问题 有一些钱 有一些人对于中国的未来不看好 他跑了 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爆发出来 还是被掩盖了 被中国过去多年的这种惯性 经济的高度的惯性 这种繁荣繁华四季给掩盖了 那么什么时候揭开了呢 中美贸易战 从这以后 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越来越多的 像泥地一样被翻开之后 人们看到下面的东西 就很多人越来越担忧 直到后来中国自己给自己 一把一个刹车 油门踩到底 没有刹车 他搞了一个什么呢 搞了一个供给侧改革 我不知道关注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有没有印象 我当初专门做视频 我批过供给侧改革 这种供给侧改革 说的好听 它本质上还有一个交法 或者说整个这一系列配套的玩法 结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玩法 叫做国进而民退 事实上你看到 就是从这个马云 马云的跌落神坛 就包括什么 马化腾 这些互联网大佬 从他们的这种 连个屁都不敢放 到之前他们的那种慷慨激昂 随便的发展演说 你要知道短短的几年钟 他们经历了什么 这种经历 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 那就是学会了做人 这个做人是代言号的 是在中国的统治下做人 这种的经济模式 可以说在过去这些年 你们去查出去 国有经济的快速膨胀 之前其实刘鹤今天这时候玩过一次 之前有一阵子也是国进民退 这个民营企业家都不行了 当时中国经济都摇摇欲坠 也是出来讲话 讲话 我们不会的 我们要让利给民营企业 民企你们的这个攻击是大大的 结果出来没多久 就又改了一批 没走的 没撤的 没收手的民企 就是前两年的事情 这些年你看看 你身边还有哪个大型的企业家 你看看你身边还有哪些 像平时以前那样 在网络上高调的 可以激昂慷慨讲话的 都不敢说话 对不对 敢说话的 人大炮 小潘 马云 等等这几个 都是被 不能说进去都被收拾了 所以咱们长话短说 这一切的问题 中国经济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谁开着头 是境外势力吗 是国际经济不景气吗 都不是 中国经济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中国自己做的 是活活做到今天 是你自己把中国的血 经济的血脉 在流干 然后咱们就说到房地产 他刚才说话说对房地产怎么怎么样 他说的那些话没有一个管用的 中国的房地产 我之前说过几期房地产节目 老观众还记得对不对 我早就把他们中国的话 我给你说尽了 中国的房地产 现在没有希望 因为他的希望不在于是你出什么政策 还是你出什么调控 还是你出什么贷款 是因为你通过前段时间 我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 有点像这个普京的这种行为 就是明明下面情况一团糟 但是他居然相信 他几天能够把乌克兰弄趴去 中国经济当时是大失去的情况下 居然就敢主动去刺破这个房地产泡沫 结果烤家伙跌成个奶那样 当时中国的财政危机是 可以说濒临破产 各地方财政 除了我如果危机测的话 如果好像是除了上海市 或者某一个其他的省市 是财政是正的 有盈余 其他的一手全是付 那付的那个钱多了去了 为什么 对不对 跟土地财政的收回 跟你这个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关系 那么房地产在那一波的爆破当中 最大的问题 不是房地产的房价下去 因为如果老百姓的 就是说老百姓的预期 老百姓的期望还在 那么价格下去再上来 这种玩法是可以的 因为老百姓永远相信 房价是一直会涨的 但是前段时间 经过你们这么一对操作 中国老百姓 我可以说现在如果谁还相信中国的房价会一直涨 会以后一直涨 那么他的病 这房子治不好 他可能是这个 这个插旗菜叶的这个酸菜吃多了 插旗菜叶 就说几题外话 不好意思 昨天我录了一期关于这个酸菜的视频之后 有人非要跟我说 说有什么区别呢 茅台也是用少女用脚踩的 对不对 你之前发过一个 就是人家做葡萄酒也是用少女去脚踩 那么这个也是脚踩 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你区别大了 人家是脚踩 但是人家会洗干净 人家会消毒清理干净 然后进去踩 为什么要踩 是因为比如说葡萄酒 葡萄美酒用机器去压榨的时候 会把葡萄那个籽压碎 那个碎的东西 种子碎了之后 沉浸在酒里面口感不好 会发苦涩 所以用人的脚去踩 不管是少女还是大妈 只要她清洗干净了 人的那个肉是软的 她不会把那个种子压碎 那这样踩出来的酒 好喝 人家清洁 你懂我意思吗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是 很多人说 那个是脚踩 这个是脚踩 它是脚踩的问题吗 你们根本就不是去进行脚踩的工艺 那个脚没有洗过 穿着拖鞋 穿着拿着秤 乱七八糟东西 还有烟头 还怎么怎么样的 那就是单纯叫脏 不是这个 根本不是一个 你不要光看脚踩 就说是脚踩的 你不是 两个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话题说回来 这些人吃多了 这些被大汉带着脚气 大脚踩的这个酸菜 这个脚气入了脑了 真的应该拥有大可宁 治脚气贼好 但你不能抹 你可能得吃 你想要中国楼市 怎么可能还能往上涨 楼市上涨需要 都是全盘的经济推动 你中国现在经济 那火箭都没油了 你怎么推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来说 楼市什么调控都没有用 老百姓不买 就完蛋去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说刘鹤最后强调 强调要在两个维护 两个意识 两个绝对这些东西下面 搞好中国经济 我今儿把话料 我告诉你 在这种的领导模式下 可以搞好政权 可以清洁队伍 可以坚定你们党的领导 但唯独搞不好经济 那为什么 我们说现在的现代金融 有些人听过一个词叫 去中心化 听说过吧 对 现在的市场经济 或者说过往的市场经济 只要是市场经济 它其实的本质 讲究的是一个去中心化 我不需要一个中心来调配我 这个市场哪有需求 利益的驱动和导向 就会引导我前往哪里 对不对 咱们之前打过一个比方 还记不记得 说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发生一场什么样的事故 或怎么样 急需一些救援车辆 把当地的人员 能跑的人员撤出来 这个时候你政府去调配 你去找司机调配车 等事过去以后 黄光菜脑凉了 那最好的办法 是运用现有的工具 所以当时海外那个叫什么 Uber是吧 叫出座公司 又很少用这个 这个东西 它把这个地区的客单价 给你嘖一下 调高了 出租的刺激一看 好像这地方这么多 这么多利润 你就看整个调度地图上 那个刺激无央就涌过去了 抢单 无央涌过去了 很快的 这地方人能撤离 愿意撤离 愿意花钱打低撤离的人 都被撤出来了 后面政府在跟进 去跟进那些没能力的 不愿意撤的 等等这些人 所以这些就叫市场的动力 市场不需要你去管理 市场不需要你去调动 市场不需要你去给我安排计划 你今天干嘛 明天干嘛 市场说我自己会 因为挣的钱是我的 这就叫去中心 当然这个话 去中心话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咱们今天只讲一个小部分 所以中国经济 你想要说 想要它发展 可以呀 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们别瞎管 别瞎搞 中国经济就是被他们搞坏的 你现在还搞 越搞越坏 你不搞中国经济 还有点起色 老百姓这点家底 企业家里这点棺材本 人家没准还能搞到 古道古道 你又给他们十年的时间 中国经济没准还能好起来 你什么都不管 你没准还能好起来 你现在越管 死得越快 所以说综上所述 咱们讲了这三个方面之后 咱们再来看股市 好不好 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老股民 中国的股市 如果还能有起色的话 你再联系 刚才我说这三点 你想想它现实 我们说当年 咱老股民可能还记得 当年习近平搞过一个事情 就是股市跌跌不休 然后习近平就派人 拿着冲锋枪进了证监会 说了股市不许跌 你第二天还给跌 人进去了以后 把人抓走了 第二天股市就不跌了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方法管用 但是大家可能 你要清楚 当初是为什么管用 是因为当初第一点 世界没有跟中国脱钩 第二点 中国经济这么多东西的惯性还在 第三点 整个市场的信心 总体来说 还是趋向于相信中国 第四 当时老毛子 没给中国搞这么多事情 第五 中国当时也没有一门心思的 绑定在老毛子身上 你看看最近中国表现 你就知道 中国最近的表现 让整个文明世界 自由世界 全部对他彻底失望 哀莫大于心思 彻底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正在加速的 向着他的额爹靠拢 而普京有可能 普京是真的有可能 人家摇身一变 你这个什么 中国冲过来 头还送抱 我趴击一个闪 不像马保国一样 我没有闪 俄罗斯不 他俄罗斯一个闪身 你中国又冲到坑里去了 最后又变成 整个西方世界 连任何俄罗斯 一起改了中国 这不是不可能 大家听好了 普京他们跟西方 还是有千丝万的联系 你别忘了 只有中国 傻不冷等 现在正在向着 这个俄罗斯靠拢 所以在这几种情况下 你看看当初 你能靠着逮捕 证监会主席 或者怎么样也好 把股市杀住 是因为你的基本盘还在 那么有一些突发情况 有人可能靠着股市 来做一些党政的斗争 那么你把它拿下了 那么可能确实能稳住 但今天呢 你结合刚才我说的 上面三个几个点 房地产 股市 整个经济大盘 外面的形势 你算了这几个 你再看看今天的股市 你觉得这个政策 还能行得通吗 是今天上涨了 因为给了他的刘鹤面子 但是你从长远看 未来的A股 你觉得有希望吗 你觉得是中国的制造业有希望 还是中国的高科技有希望 还是你觉得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希望 你觉得是哪个吧 对不对 中国最近打击腾讯 打击微信 打击支付宝 打击这些平台 这些平台 包括这个滴滴 它为什么打击平台 你懂吗 很多人你们可能不太懂的意思 因为中国政府 中国这个政府 这个行政机构也好 这个党政机关也好 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平台 你懂我意思吗 一旦说在它的控制下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平台 等于就是说在它和它统治人民之间 有一个平台能够拦一刀 它能容忍吗 它不能容忍 准确说它不能相信 因为这些平台可以在 是除了中国政府之外 另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也好 一个商会也好 一个组织也好 它可以在它的平台下控制 至少相对程度的影响它平台上的这些商家 它平台上的这些用户 这叫什么 这就是政党的雏形 或者说政党都做不到 像这些平台企业这样能够凝聚力量 它害怕 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害怕这些力量 他们不敢让这些平台企业做大 其实平台企业做大了 确实大到极致之后 它会形成垄断 它会开始谋求政治利益 这个也确实确实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平台企业商们 第一点还远没有大到像膨胀到美国的 这些跨国垄断集团 这个高度差得远得很 第二 你中国也不是这个时候处置他们的时候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干了 在这种情况 你说我给平台企业优惠 现在能干出平台 你觉得马化腾是傻子吗 你觉得马云和这些互联网机关 包括什么雷军什么这些人 你觉得他们是傻子吗 他们不傻 中国能干互联网的人 全部都是至少这一带里边的人精 对不对 互联网作为高纪扭域 这帮人能把它玩起来 没有一个是傻子 他们早就看清楚了 所以你现在出台维持平台企业 又如何 又如何 谁还敢继续往里头 谁可以拼命干 干多就宰呀 你看看最近腾讯 那个QQ是吧 好家伙 这个500亿 那个1000亿 这不停的交着 那是什么 共同富裕保护费啊 所以这些初一坐在前面 你指望还 人家还给你做15吗 不可能的了 所以综上所述 这些外部的盘子 基本盘 支撑盘 烂七八糟 什么盘 都算起来 都不在了 你股市怎么上得去 你股市不可能上得去 而且最关键最关键的是 现在还有一只靴子 没有落地 大家能猜到是哪只靴子吗 对 美国的制裁 比如说美国制裁 不是对俄罗斯吗 是 问题是你国家 现在跟俄罗斯 都快穿一条裤子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确保 美国不制裁你 当然如果说 你们高层内部 可以达成一些 这把批外交易 达成一些 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消息 没准你们私下里边 跟美国讲和了 是有可能的 美国现在拜登政府 对吧 现在他们一直以来 跟中国这个 稀稀拉拉这个尿性 咱们不说什么了 对吧 一切皆有可能 他不是之前那位总统 对不对 这咱们不说 但不管怎么样 这只靴子 只要没有落地 那么这个威慑 这个犹豫 对于很多人都在 有些人就算是说了 我不管道义怎么样 我就是要投中国 我就是挣中国钱 中国太厉害了 是吧 他也得颠颠颠颠 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这只美国制裁 国际制裁 尤其是因着乌克兰问题的制裁 一旦落下来的话 你刘鹤讲多少话去 你就是刘鹤天天给这些企业家念经 这些中国经济 也会在这只靴子下 所有的预期 所有的梦想 一靴子全部塌碎 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能救得回来 现在中国经济 其实就危成这个样子了 但凡你中国之前 那几项支柱都还在的话 中国经济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以说中国经济 现在是独木 在那支撑 还没有到撑不住 但是这根木头一旦断了 就万劫不复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对于中国经济 未来的一个盼望和一个总结 那如果我的观众里边 有朋友你们还在玩A股 我劝你们趁着最后的机会 少赔当赚 如果你已经赚钱 落贷为安 因为未来中国股市会非常的危险 你不要看它涨 很多时候涨中国这些大盘的权重股 它左手掏右手 它有一万种 你要记住了 作为一个老股民 中国的A股是不遵循股市和经济市场规律的 你记住我这句话 这是我们多年用血泪换来的经济教训 他不遵循巴菲特看报表 他来中国他能把他老泡本都赔光了 你记住了 中国股市不是这么玩的 它是政策式 但是你想挣钱 你最终还要回到市场里面 所以你记住这句话 中国股市尽早收手 不要再碰了 再碰你会非常危险 你一定会后悔 好了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有什么观点看法 咱们评论去留言 你们的每一天留言我都会看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